今天來玩這款死神記憶犯之刃 主要是遊戲送的資源多啦 抽卡佛系暴率佛心 每週都送大量的扭蛋資源 然後它有一些公會系統啊 好友系統啊 戰力排行榜嘛 首次十年必出SSR UR是五十年抽必出UR這樣子啦 登錄兩天送SSR 松本亂局 登錄七天送SSR 日翻股東師郎 啊我最喜歡的角色 然後再來還有掛機系統 不用一直在線上 它也可以讓你拿到一些經驗啊什麼的 抽完才知道怎麼玩嘛 一個刀目十世 聽說袍綠佛心喔 哦 欸這比我自己帳號O耶 我們先暴震一下 再來決定要練什麼 SSR必念 白災有 UR有展月 我們展月可以放上去 比較強的 腐足十四掌要放吧 最後一隻 持風月別衣 然後我們 來練一下 角色 暗渋直接一鍵升級 8萬戰力拿劍8 腐足換狗頭 可是腐足可以升到比較高耶 不想換耶 而且腐足比較帥吧 你看我腐足哦 我腐足可以升到 五星耶 可是我狗頭升不到五星啦 狗頭只有四星啊 這樣相比下來應該服徒還是強一點吧 狗頭比較帥 怎麼每個人講的都不一樣啊 想練誰就練誰 對啦 一鍵強化 然後下一隻練 怎麼練一下亂子啊 以前小時候看死神 我很喜歡那個錦上雞雞 我就覺得他是那種 女主角裡面最正的 然後夜衣練一下 靠腰 小時候我欣賞他是因為 我覺得他看起來很漂亮 完全跟奶沒有關係好不好 這樣子擺 三萬八 一鍵布陣 太方便了 我想要看那個服務主的大局 角色升級後隊伍裡面檔案也 點一點也加很多戰力 呃 喔 這邊的話我要點誰呢 青龍魂館 這是不是有一點像不見的概念 喔 加好多戰力喔 欸感覺快八萬了 戰力兵比右上 ZG 喔 合成 我記得這隻劍幫他不是 眼罩拿掉之後就是 他的那個什麼 那叫靈力喔還是什麼 就會變很強 等一下我先儲值區喔 先儲值區喔 不要浪費不要浪費 我們這個免費才 任何一個序號都要白嫂 AC2021可以再領10抽 欸真的耶 還有巴哈米特 哇他這個很佛心耶 一次都送那麼多喔 再走一次喔 呵呵 紫神裡面最喜歡誰 我喜歡那個日翻古東西啦 OK 扭蛋機把他扭一流 洞察之魂是什麼 只省著你見面完整性繁華 玩法敵特性高 搭配這個QTP玩法 六個角色輪番上陣 多陣容角色收集養成 不同數量回合式戰鬥 搭配不同的養成性能 每一張卡牌都有用 挂機即可養成啊 要放感情 我很有感情啊 你們感覺不出來嗎 現在通關主線非常的輕鬆喔 一刀一個小朋友啊 哇這個畫面特效 這一定是砸重粉在做的 這個也是有意義的 這個經費一定是少很多啦 還沒玩的趕快去按字頂留言 點我的連結下載 平常不抖內沒關係 不訂閱也沒關係 下載一下死神機犯之刃 好不好 一鍵佈陣 亂舉是不是要放後面比較好 GO 七星懶懶 這是鬼嗎 欸他一隻懶懶就四萬四了 先手衝上去可以讓你花 就越不少戰力 好先打先贏就對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代理死神在幹嘛 就是要派一樣類型的去 這個就是 就是角色夠多的話應該就可以了 還有一隻 這個 目前覺得好玩嗎 好玩啊 我覺得對死神有愛的人 就會覺得好玩 你一線也可以掛機 收支援 然後時間到來上線打的東西 就是跨地更新上線收的東西 就是比較適合就是 大家可能時間比較不夠的人 我覺得死神是最好看的 反對就是工會的意思 這個就是要找一個工會去加 不過我看起來前面的工會都滿了 沒有我的榮生基地 這個叫什麼 欸紅甘龍啦 申請加入 直接進去了欸 他沒有審核喔 還可以在這邊認識到朋友 真好 沒有朋友的 一定要玩這款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工會有什麼東西 班隊建設 我當然是捐金幣啊 這樣可以了吧 我對工會應該是非常貢獻的 班隊還有任務喔 這應該是所謂的 工會任務這種東西 欸我等一下好像又可以再抽一次 時間抽了 大家如果要玩的話 記得點那個置頂連結 下載好不好 下載一下 體驗一下 吳克載也是可以玩的 吳克載戰力還不夠高欸 OK 今天就看到這裡啦 接下來今天多看 我看你了